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你读历史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留意一个数字 就是三百 当所有中国历史你都听完后 你就会发现 能够存在并超过三百年的朝代太少了 超过三百都很难 那周朝七百九十 太厉害了 小Q 你听过曹操吗 不仅我 所有在听的小朋友都知道你要用曹操的作品讲一个人 你这个套路我们已经识破了 你下次别用这招了 当老师真是要和你们这群孩子斗智斗勇啊 曹操曾经写过很有名的短歌行 里面就这样一句名言 周公徒步 天下归心 我们今天就来围绕这句 讲一讲 周公是谁 曹操的这句我会背 但周公不就叫周公吗 周公是他的爵位 就是类似于他在这个国家里的地位很高 他的真名特别容易引起误会 他其实姓鸡 女字旁的鸡 他的名字是表示早晨的那个蛋 我知道老师为什么要强调是哪个字了 因为连起来就是鸡蛋 同音不同字啊 不是你们想的吃的那个 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 周武王的弟弟 他哥哥去世的早 传位给了儿子 也就是周成王 可那个时候周成王才十三岁 十三岁 放到现在初中还没毕业呢 怎么可能治理国家呢 所以周公得帮他呀 所有事情都是周公来处理 那和商朝的一隐有一点点像啊 那周公厉害吗 后人有句评价 叫孔子之前 皇帝之后 与中国有大关系者 周公一人而已 意思就是炎黄里的那个皇帝和孔子之间 对整个中国影响最大的人就只有周公一个 唐宋八大家里的老大叫韩玉 他总结了一些对中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分别是摇 顺 宇 汤 文 武 周公 孔子 孟子 这些人真厉害 摇顺宇 你给我们讲过 汤就是商汤 商朝的开国皇帝 文武就是周文王 周武王 孔子 孟子 孔子更不用说了 那简直就是偶像的偶像啊 所以你知道周公有多厉害了吧 周公当时管理国家七年 把各种制度法律都制定好了 这些制度为周朝近八百年的历史 打下了基础 周公我们认识了 我们继续来说说 土补 补就是指在嘴里嚼着的食物 啊 这么挑食 人家不是挑食 小Q 你一天吃几顿饭啊 三顿一顿不少 周朝的时候 一天吃两顿 第一顿叫朝食 大概是现在的上午九点左右 第二顿叫捕食 大约是现在的下午四点左右 那周公为什么不吃了 吐了呢 我问你 如果让你管理天下 你最需要什么人 像伊尹 江子牙那样的人才啊 得帮我治理国家 那如果有这样的人来拜访你 而你正在吃饭 你是让人家等着呢 还是赶紧去见人家呢 当然赶紧去见啊 万一人家走了呢 所以周公很着急去见人才啊 一目三卧发 一饭三徒步 洗着头发 听说有人来了 不洗了 登登登登登 赶紧去见人家 吃饭呢 听说有人来了 不吃了 赶紧去见人家 你说这样的态度 天下的人才愿不愿意来 肯定愿意去啊 所以这就叫天下归心 我听说周公还能解梦呢 说我梦见了什么 就预示着第二天可能会发生什么的 这怎么可能有科学依据的 那我说我梦见开飞机了 难道周公也知道 其实周公解梦跟孔子有关 孔子特别崇拜周公 说梦见过周公 但说 我衰老得很厉害 我已经好久好久 没再梦见周公了 所以这句话 传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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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就说周公会解梦了 孔子真的梦见过周公吗 其实你也可以试试 你每天白天 用八个小时的时间 想江老师 想江老师什么时候可以更新 你晚上做梦也许就能梦见我 这就叫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看来周公真的很厉害 能让孔子这么喜欢他 真是吃饭都能被后人称淡的人物啊 周朝在周公的治理下越来越好 可是出现了一段特殊的时期 老百姓见面 只能眨眨眼 话都不敢多说 你猜 发生了什么 我们下集见